好吧,我们接着就进入《论语学而立意》 我们是精选的章节 这次选得更精 我是希望能够利用几次课的时间 《论语上和下》 我认为不可绕过的章节 我都带你们读一下 当然不会做太细的这个场发 因为这个场发起来 我的弟子拿《乘数得轮椅》及时 这些书带着小孩们读轮椅 往往一节课下来 之前我听说过 不是一节课 一次读书会下来 两个小时学而张 刚读完 这个当然也不算夸张 所以这个讨论起来当然也不算夸张 但是我们今天的我的这个节奏 四十七页 子曰学而实习之 不义悦 永恒自远方来不义乐 人不知而不运 不义君子 这个 看起来很平常的话 但里面却有非常多的大的关键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当然是学 第二个关键词是旁 当然实际上这个有 有没有必要 在汉代的时候是写的对手 当然诸子的极注呢 就还是把它当成有没有这样的白色 诸子的极注对古代的注释 就宋以前的注释消化是不够的 主要在我对这个的体会是 我是觉得诸子觉得那个里面的异理产方 不够的 特别我觉得在很多地方 何彦的雷运集结 驻对的地方 我认为驻得非常明显 驻对的地方 但是这个 这个诸子不取 不采取这个注释 主要是从 主要是采取宋代 它这个寄注主要是宋人的 可以宋人的这个解释 那 汉代是写动 有何 这个是我们 既要知道 寄注怎么讲 我们也要知道之前的一些 特别重要的讲法 首先我们看 学和有这两个关键词 另外一点就是 月和乐这两个关键词 那么学和有这两个关键词 在我看来 因为论语第一章 这么重要的经验 它的第一章 放在第一章 编者必有深刻的考虑 那么这个深刻的考虑在什么呢 在我体会里面 第一 学跟有告诉我们 成德最重要的两个要素 其实一个人能成就什么样的人格 能成就什么样的人格形态 到了一定年纪 你就不用讲到大学的经历 还先别谈格物之之 诚意正经 就是两件事 第一 有没有一个始终不断学习的能力 不断提升自己的愿望和能力 这是理解的 第二 能不能跟一些正经人在一块 你如果一个人早早了就放弃了学习 我觉得那种活力在这个人就不为所 然后老了呢 他衰老了就不断了 这次我回东北过年 我母亲呢就不断地拿电视里头 她看到的一些东西考我 你问我 常常我一问三不值 我真是 真是不知道 我真是 常常问我洗走的一些 治国方便 但是 我真没验读过了 我已经快八十了 把我们几个问题的问题 好 人就好 脑子在动 身体在动 这人就整个人的活力都在 所以你不管什么 你喜欢什么都成 比如说你一个年纪 你喜欢什么都成 最怕的就是你什么都不喜欢 你人就越来越小 天天就越来越关注自己 越来越关注自己 不关注自己的身 就关注自己的心 关注自己的身 越关注身体越糟糕 关键你不努力 你哪怕你 你哪怕你锻炼身体 成为一个爱好行 你像那些疯狂的人 天天跑 那我有朋友 那就是追着马拉松跑 哪地方有马拉松在就去跑 那膝盖都已经乱敲了 我说你这膝盖还行吗 医生说 还行 还能不过手术 半月板 这个换了 这个换了 还跑了 还跑铁人三项 还有朋友 大学同学 我万别料到 他能在离婚以后 走向跑步的道理 我都看着跑步 人家这两年 更别奇怪 然后原来离婚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 因为我一般不八卦 特别不知道 一般我的朋友离婚 我都是最晚知道的 我不问 他们也不准备到 然后跑过来 虽然他跑半马 还有全马都跑了 但是怎么还能够胖呢 但是身体的指标肉健康 都挺好 那你 包括你爱好 对吧 当然你爱好吸毒了 对吧 你只要爱好的是 有点门口的 所以我觉得 由于义 这个地方 我那一天讲 我没有选 至于道居于得 异于人 由于义 前的三者 咱们都不讲 咱们讲这个假态法 我们这不能变成了 思想品格课 我也不想把四书 变成思想品格课 我还是把它变成经验课 但是我特别喜欢人 不管怎么说 你前三者都不要 你有一颗由于义 你这人也挺有意思 您这人虽然 可能不见得呢 那么正直和君子 但你这个人 起码不至于奢得去 有趣 起码 有趣就算有品的 如果你这个人 又没品格 又没趣 这怎么说你呢 那怎么叫做由于义 我多年讲 什么叫做义 不需要门口的东西 什么叫义 你喜欢流行歌曲 那什么叫义义 哪一代人都有 有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曲 对吧 你要唱得好 那算义 对吧 那已经局部算义了 对吧 你只要你喜欢古典音乐 这需要门口 你喜欢昆曲 这需要门口 你喜欢京郡 这需要门口 你喜欢下围棋 这门口大 你喜欢小牌 那这都需要门口 那这都需要门口 小牌就有门口 嗯 嗯 就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玩 我现在旺唱过了 叫牌子旺 那打牌的能力还在呢 常常叫错了还能打回来 这还是对比的 没有可能这地方能打出来 也是 也是 还叫牌子旺 没绕背着啊 嗯 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手一手打电 但是从来这边呢 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你总得开手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一个是许愿意 一个是有 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 真的跟你身边是什么样的人 关系非常一致 你身边都是一流高手 你又被带着 你的父母不太可能成为三流 最起码你也得是个二流 对吧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你身边都是不三不四的人 对吧 那你也就凑个二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说这个 文学中尤其在风俗不好的情况下 风俗越薄 我们今天我觉得 你现在说我们道德文字上 这种话我一直讲 但是你说我们风俗有多好 你说现在我也不好意思说 我们今天太平盛世 民风醇厚 对 这个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惭慧 虽然我还是愿意从善意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国家 理解这个社会 但是我应该说至少我们今天风俗也得薄 在这么薄的时代里 诱惑这么多的时代里 变化这么大的时代里 因为朋友之间相互支撑和抵律 我们那代我们那代能坚持下来做学生的 都是在一块儿的 就没落单儿的 凡落了单儿的都被狼吃了 真的被狼吃了 被那个现实生活的狼给吃掉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当然我们那时候念书的时候 已经也非常清楚了 就是有一个特别深深刻的印象 就是路 念研究生物的时候就是路 真路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比较适当可笑 到六点就没饭了 你们现在有了 你们到很晚都能吃得着 我们到六点就没饭了 而且没几样菜 我又挑食 我们就在这里吃那里吃的 到夏天有的时候就吃几个黄粿的一碗 就没办法 就都塞进去几碗米饭 那也不行 到十点半左右 到十点就饿了不行 不能吃 因为一吃 整个全体是你得吃的 我自己其实我是吃的 使用将近就好 但是我吃呢就老在躲着他们 但不是说不想分给他们 因为你有的时候我在那吃的时候 就探在旁边看 然后我吃的方便也探在旁边看 有一次我在那吃 他们在 赶紧先吃了吧 对吧 别忘了看我难受 但是他们也难受 就团结了 现在在旅国 我面吃了汤给我留下 那我还吃什么事就给他了就算了 就这个 所以就没办法 那时候一袋方便面大概三毛八吧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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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买书啊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事 总之一句的话 在比较平薄的时代里面 又有比较大的时代里面 变化比较大的时代 交友甚至比较大 或者交友甚至比较大 所以 有人应看人的眼光 谁能成为眼光 或者应该成为眼光 那么 学而实习之后 我们先看学 当然 这个图子讲学有点效果 是效法 效法比自己做得更好的人 那么 而实习 那这个地方我不多做展开了 我就按着周祖的讲法讲得好 就实识温习 实识温义 当然这个习 其实有两种讲法 这种讲法呢 是温习 另一种讲法 是实习 但我觉得这两种讲法 其实不应该分开 从真正的道理来讲 你不具实习的表 不落在神处 所习的道理 其实也知得不深 对吧 如果呢 这个 你不反复去温习呢 你盲目的去实习呢 那个道理 你知得不深 所以呢 这个其实应该 结果在一块 但是学 新的东西 又实时 温习和实习 对吧 那么不易悦 这个悦呢 接着就是引入 另外一个关键词 就是悦文悦 什么叫做悦呢 悦就是 内心中 独有的 那种喜悦的感受 并不表现出来 那悦这个字 实际上 就是 它跟学 关联在一块 跟学而实习之 关联在一块 实际上 就是在不断地 追求成长的过程当中 当然追求成长 过程一定 并有痛苦在里面 所以不可能没有苦 但是苦中有乐 是指什么呢 是指伴随着精神的成长 而带来的 不假外求的喜悦 这个喜悦是 不依赖于外在的东西 而只依赖于 你自己可以掌握的东西 所以这个乐字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 无条件的心灵的自主 无条件的心灵的自主 那好了 那有鹏自远方来 不亦乐会 这个 那写作 如果写作有 那就是有和鹏 同门约鹏 同志约有 汉代的人就这么解答 而自远方来 这个正确的讲法 正确的读法 就应该读成 自远方来 要方来的原理 这个其实古代汉语功夫够好的 不用我讲 你的语感 应该是这个语感 因为那个时代 你想也能想到 你熟悉的远方这样的双字词 在那个时代 不存在 而且在同时代的经典里 没有这样的表达 而且自远就是从远方 你要有方 这个多余 古人写字 没有那么多 书写成没看够 所以要回到这个地方来 方来是指 这个 在维极事那里面看 方式指两条 寒病还放在水里面 所以衍生出来的寒病很清楚 一起一块一病 底子 朋友们从远处结伴而来 不亦乐乎 乐呢 乐就是发现出来 表现出来 乐是忠心的喜悦 别人不知自己的体会 好吧 那 这 这两条 那 我们在这两句话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递进的关系 递进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这样 前句话可以视为 后一句话的原因 好吧 其实人呢 这个交友啊 其实是择友 这个择友不是单方面 你想跟人家的交友 前提是你得配 那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一个人通过不断地 学而实习的过程 然后不断地提升自己 论语里面讲 德不孤必有利 德性充实于中 光芒发现于万 那么自然引得远方之人 主动地来亲近你 所以 由此就引伸出了第二句话 叫友谱自远 方蓝 分明 这句话就前面讲 应该是 孔子 三十出头开始 这个 私家家学 门人日进去 那好了 那 这个乐呢 是来自于这个 朋友的远方 来的这种 让忠心达字 那么 月跟乐这两句 也放在一块 同时 放在第一章 同时也告诉我们 这个 也从一个侧面 告诉我们 儒家是把 月跟乐 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 所以通过这第一章 我们已经能够体会到 这个 杨树明先生讲的 儒家 的乐感 和化的精神 那是乐感 儒家看在这个世界 的目光里面 还有一种春天的意思 所以他由于他能够 用温暖的目光 看待这个世界 由于他心地温暖光明 所以他更多的 能看到 这个 人的温暖光明 那么第三句话呢 当然 人不知 而不孕 不义 君子 孕呢 不是说怒 也不是怨恨 是略有不平之 这里面呢 当然这个 逻辑关系是这样 虽然我们德性充实于众 光芒发显于乱 是吧 然后 会引得远方之人来 亲近 但是有没有 这个例外呢 有没有一种情况说 你虽然 有才华 有品格 但是就是没有人了解你 非但没有人了解你 你却不断地被各种各样的人 误解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回到这个地方呢 如果 是这种情况 那 你要做到 没有人了解你 不要有 心中不平静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学不是为了学北平 你学 和思 仅仅是为了 自己 人生 绝解 成绝 这个地方 用平原性 虽然我不喜欢冯先生 四境界 我觉得 五风多眼的境界 冯先生也没有达到 天地境界 我常常想说 冯先生你咋知道 什么话 我收回 这东西我特别不喜欢 比如说这个 山脚下说山脚 山脚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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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生的绝解这个词觉得特别好 他用绝解这个字代物这个字 我不喜欢绝物 我喜欢绝解这个字 绝解它一定是分析性 最终的就是人生的间谍的提供 人见道理之灵头 而一个人见道理越深 其实他受负面情绪影响的可能性就越想 所以他就越能够在平静 安宁 优雅 温暖的心境 所以你看王子就这样 就道理 你如果是一个没有绝解的人 你看什么都一惊一乍的 对吧 乍喜乍怒 乍怨乍乍 你心情 怎么可能幸福 其实幸福的人 都是情绪波动极小的人 你都没什么 很难有什么情绪波动 所以我们学是为了这个 不是为了学给别人看的 就好像我们吃饭 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 我家里有多好的饭 我们吃饭是为了健康 为了体能 当然是为了体能 第一步健康 然后没别人 好吃 怎么好吃 吃这种低两级的食物 好 当然好吃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我其实特别喜欢看着别人吃 我都没什么 他们喜欢大家都觉得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 这都为什么好吃呢 我能想象的好吃的东西 也就是什么牛杂花生米 孔宝鸡丁 鱼香肉丝